这是神仙的缩面方法 方便面掰成两半放进暖水壶 撒上调料包 再蹭点小店的热水 焖上三分钟 随手点一根滑子 加起中午吃剩的鱼骨头就是一顿甜 他的面子源自于他的身份 网吧老板就很羡慕地说 我要有你的好呗 老王是铁路局正式职工 在那个年代 这份工作不仅仅是铁饭碗 公家几乎包了他所有的衣食住行 而且体制内的身份就是最大的面子 那老王为啥连榨菜都舍不得吃呢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 本周我不下岗谁下岗的精神 老王光荣退休了 可退休后他的收入少了一半 老婆也恰好住院 现在生活的压力突袭而来 一时间老王犯了仇 他找到领导想申请工商 但为了面子还得打肿脸充胖子 说完他还故作潇洒 把桌上剩下的橘子拿走 要带给妻子尝尝 面对家里的压力 妻子倒是看得开 只是让老王去找女婿 借点钱缓和一段时间 因为女婿是个老板 随便省顿饭钱 也够丈母娘住一个月的医院了